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在這個三角形ABC中 DE兩點分配在AV跟AC上面 那麼他問說 下列何則不能確定說 DE跟VC平行 我們看這個A選項 他就說這個AD比上VD等於AE 比上C 首先我們來看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有一個共角 然後這個AD比VD AD比VDR 會等於AE比上EC 加上這個條件 我可以證明說 這兩個三角形會相似 所以他如果平行 為什麼對應掉 對應角的話會相等 為什麼這個比這個 這個比這個 這個比這個等於這個比這個 這兩個三角形就會相似 如果這成立的話 我就可以證明說 我就說AD 比上VD 會等於AE 比上C AE 那我現在的話 這個 把這個稱一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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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等於把這個稱一加過來 這個就等於LOSA AD 稱一加過來的話 就AB加VD AB加VD 這個會等於AE AE 這個會等於AE 然後 除以LOSA 這個稱一加進來 是AC 現在就是說 角A等於角A 然後這個 比上這個等於這個 這是什麼條件 這是SAS的相似條件 就是兩個對應邊 乘比例 然後有一個夾角箱 這個是SAS的 相似三角形 這個線子 再我們看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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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都是互相平行的 再來我們看看C選項 C選項它說AB AB比上VD C選項 AB比上VD 等於多少呢 等於AC 比上C AB比上VD 這個比上這個 等於這個比上這個 這個也會成立 這個的話我們怎麼做 我就 這個東西我就把它乘以呼一加進 這個就是AB 等於呼一加進來 就變成VD減掉 就負的AD 負的AD 這個呢 乘以呼一加進來 AC 負的多少呢 AC減C AC減C 就是AE AE 這負的正 這個的話 就是說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AE 共角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就相似 相似 它對應角相等 所以這個角就等於這個角 那這樣的話 這兩邊就會互相平行 所以這個可以確定 這兩邊呢 會互相平行 再看看D 所以這個都是對的 它要選錯的 那ABC都對的話 那D應該是錯的 D的話 D的話 D D D的話 比上多少呢 比上ABC 我覺得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 會等於這個 AE 比上 ABC AE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 ABC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 會等於這個 ABC 那這個不能確定 這個東西的話 為什麼不能確定呢 這個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什麼呢 那是三角形的SSA 我們知道 全等三角形 SSA 不一定全等 它會有兩個解 那這個也會有兩個解 然後兩個解 其中有一個 是跟它平行的 就是說 這兩個三角形 如果相似的話 這兩個是互相平行的 不過還有一種 一種什麼呢 我現在的話 做這個垂線 這跟它垂直 然後的話 以這個角的話 以這個什麼呢 當什麼呢 當這個對稱的 對稱過去 對稱過去的話 這一段的話 就跟這一段 就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 就全等了 那這一段 跟這一段 一樣的話 那現在問題是 這兩個三角形 並沒有相似 就是說 就是說 等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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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邊 就是說 D1 D1 這個是D1 這個也是D D1 D1比上Bc 會等於AE 比上Losa Ac 但是這兩個沒有相似 這兩個沒有平行 這個有平行 就其中有一個解 它是有平行的 這個比這個的話 會等於 這個比這個 那呢 這兩個三角形 就相似 所以 它跟它是平行的 但是 這一段 跟這一段 是相等的 但是呢 這兩個三角形的話 並沒有相似 所以 這個角 不會同這個角 所以這兩邊 不會平行 所以這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D 對 對 對